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件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件 今集想跟大家說說黎智英今天這些案件 他今天繼續上田作供 但他今天繼續扮豬兜 說跟陳子華沒有說過國際線亂港的事 說真的 他在自辯 自掘伐墓 他的WhatsApp證據出賣了他 有跟陳子華說過反中亂港 國際線各方面的事 黎智英最終又自打嘴巴 自己再打自己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今天這個法庭的審相怎樣 我會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的元文件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早前明已經跟大家說過 這幾天在法庭上的案件 我都會每一天盡量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這些法庭案件發生了什麼事 今天黎智英 即壹傳媒的創辦人勾結外國勢 這些案件繼續在西郎裁判法院審理 也是由黎智英繼續做自辯 不過他也是自圓其說和繼續扮豬兜扮傻 今天他繼續就到黎智英和陳子華的 秘密會面和對話內容這兩方面進行提問 首先黎智英說自己和陳子華的對話內容裏面沒有說過國際線這些東西 不過他的辯方律師又是 不怕神一樣的對手 最怕豬一樣的隊友 展示了黎智英在2019年11月15日發給陳子華的WhatsApp內容和附件 裏面就提到美國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不過他就說自己不知道法案內容是什麼 應該沒有說制裁吧 你真是靠估估估沒有辛苦 另外黎智英也承認安排陳子華和一些外國的反華組織 香港監察的創辦人羅傑斯 還有反華的政客在英國上議院的議員 阿爾頓 分著 去見面 還有在倫敦那裡見面 黎智英做了那麼多事 你竟然說自己沒有想過 完全不知道什麼是國際線 不要玩啦 說不關你的事 這樣也不關你的事 什麼才關你的事 黎智英那邊的辯方律師圍繞著攬炒巴劉祖迪 去做不同的提問 黎智英就說自己 只是說自己是蘋果日報 他在蘋果日報才知道哪一件是攬炒巴 你認識他的 你要跟他 安排工作 不是吧 就算他們見面也不知道他是誰 不知道他是什麼名 開過會也不知道他是誰 不知道他是什麼名 是看自己的報紙 我才知道是他 好玩啦 但是他不知道他是什麼名 但是又知道他是勇武 也知道他在勇武裡面很有影響力 還有他一個很有身份 很敏感的人 他還說 想說服他建立勇武派的一個 領袖團隊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又知道這些東西 又想說服他 你不知道人家那麼多東西 又推舉他做領袖 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是誰 但又想推舉他做領袖 你也挺好笑的 是不是不知道 當然不是 而陳子華之前公稱黎智英 要求陳子華、李宇軒和攬炒巴三個 劉祖迪 一起去打國際戰線 以及做國際遊說 看黎智英又再一次 自打嘴巴 你說不知道他是誰 但你叫他去做國際線 你安排他做工作 你想說服他 但你不知道他是誰 沒可能 說到攬炒 黎智英這次試圖想繞 想曲解他 當然黎智英自己曲解了不少東西 他今天想曲解其他東西 他只是一個口號和比喻 做什麼 反清復明這樣 是不是 陳敬南 跟周清智說 反清復明只是我們的口號 只是給那些傻子去聽 去愚昧他們 攬炒的口號 不要玩了 雖然這樣說 但他在下午時 自便時突然之間承認攬炒等於兩邊都旁壞 目的是損害一邊 破壞對方 甚至乎犧牲一邊去摧毀對方 那你又說很好 你上午說話和下午說話 對抗的 說得這麼明顯 都說自己 很少甚至沒有提過的攬炒概念 不玩了 是不是 說不通 之後辯方律師就提及到一篇由黎智英傳給陳子華的文章 黎智英狡辯 說是陳子華說服勇武領袖的 給他用的 他再一次強調自己沒有談及過國際線 又說國際線是指遊說政府國際社會和外國人民 不過他就被法官質疑 說篇文章大部分都是談及國際遊說的東西 即是說有提及過 即是黎智英自己 他自己想把國際線和遊說這些字眼淡化了 幸好法官也不是豬兜 黎智英自己扮豬兜 你不要以為人家是豬兜 不過其實就到國際線這個問題 黎智英今天就多次被法官質疑他 首先法官質疑黎智英又說不記得對話的內容 又說自己 但又記得自己沒有提過國際線和制裁 黎智英死撐就說邏輯 我不記得裏面說過什麼內容 不記得了 不過我一定沒有說什麼 你又不記得說過什麼 但你又說你一定沒有說過什麼 你簡直說我忘記了那天說什麼 我忘記了那天說什麼 但我記得我沒有說過這些 好東西 之後 法官質疑黎智英 如果沒有想過國際遊說 又怎麽可以 得到一個國際支持 最後黎智英就自己承認了自己 跟彭斯和肥貝奧見面那時候 在做國際遊說 自己賭自己 我看到他就是在做國際遊說 自己賭自己 除了恭喜之外不知道說什麼 還有 有說過制裁 嫌自己賭自己不夠大力 賭多過制裁 即使近日黎智英的國際線 和他的同謀 肥貝奧 也都是透過黎智英的教父 MC 發一個 Twitter 說黎智英跟他見面的時候 沒有太多制裁 都幫不下手 有教父 甚至乎 有肥貝奧 那些什麼人去撐他 基本上是撐他下海 幫不了 為什麽這樣說 黎智英主角自己這幾天的審訊 都認了 我做了 我之前是不認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麽 不小心 又鬼拍後尾枕 都認了 我除了恭喜之外 也不知道說什麼 都認了也好 遲些判的時候就比較好判 說到國際游說 黎智英承認了跟美國人員有聯繫 他還說自己跟美國的前駐港領事郭明漢 還有是他的拍檔Mark Simon 還有李柱銘 民主黨那邊的前主席 有一個群組 還請了美國的國務院前資深顧問 Christina Vilton 一起去 說不同的事 目的 就是 想他介紹美國的參議院議員給他自己認識 給其他人認識 很明顯 勾結外國勢力 和進行國際游說 還是拉不到李柱銘 為什麼 很大機會是因為李柱銘 在 國安法 推出前一兩天 推出這些東西 明節保身 很大機會是這樣 但是是律師 會玩的 而今天黎智英又繼續 主要利用不記得這三個字 去淡化所有的罪行 說真的 明天用不使用什麼招數 繼續扮豬兜 我們就一起 拭目以待 不知大家的一點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你已經看電視 我們 稍後10點半再和大家見面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還是熱身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按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 拜拜